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避免游览车驾驶过于疲劳,交通部规定从今年开始,每一辆游览车必须装设GPS系统,中部近3000辆的游览车已全部装设完成。 台中区监理所表示,急着GPS的装设,可得知驾驶的驾车时数,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,可保障游客安全,同时也可在驾驶不小心行驶到禁航路段时,可马上到正,避免危险。 由于国人旅游有玩到爆的习惯,行程一定要排得满满的,才觉得不吃亏,但驾驶却因此疲劳驾驶而发生意外事件频传,如去年的赏鹰团游览车翻覆,传出司机曾连续工作10天,而当天行车时间一快10小时。 此外,数年前也曾发生一起重大死亡车祸,一辆游览车凌晨从台北载游客到屏东游玩,疑似因司机太疲累,在国道3号高雄与屏东交接触,疑似和一部小货车擦撞后冲下深约30公尺,10楼高的边坡,造成严重伤亡。 依据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规定,从去年9月开始游览车要全部安装GPS系统,不过为了给予业者准备期,政府给予辅导期,直到今年元月起强制全部要安装。 中正头地区共有2986辆游览车,已全部安装完成,不过一开始业者很反弹,因为认为政府要掌握驾驶的行踪,但在政府展开辅导并表达装设的好处,业者逐步接受。 目前全部安装台中区间里所表示,安装GPS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驾驶行车时数不超过10小时,而且避免驾驶物使住进行道路,避免超速即可进行减驶。 台中区间里所表示,过去游客参加旅行社举办一日游行程,虽时间是一定的,但有游客会要求游览车增加飞在行程内的行程,此以要求,业者不得不增加,但此举不但让游览车司机无法休息,甚至增加疲累,都让行车过程增加危险。 有了GPS后,将可保障驾驶的行车时数不可超过10小时。 另外,加装GPS可避免驾驶误入进行路段,若是平面路段还好,但若是在山区,有些路段基于安全,要求大游篮车不能进入。 加装了GPS后,若误入进行路段,驾驶,业者都可马上知道,便可立即离开。 而会误入进行路段,多半发生在台中及南投的山区。 根据台中区间里所统计,游览车加装GPS后,虽一开始有驾驶会有超时一点时间,经辅导后已改善。 另有一家业者因游览车数量很多,今年1月份误入进行路段就有33件,但6月份只剩下一件。